OK好谢谢你们 那既然是第一次来就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书店的规则跟书店在做什么 灿烂时光楼下你们刚刚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书柜上有很多东南亚的书 而且有很多的字可能都是你看不懂的字 就是这家书店的起源是一开始 张正在我现在工作的独立评论上面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请带一本看不懂的书回台湾 那我们希望就是台湾在东南亚去东南亚旅行的朋友 可以帮忙带一本当地的书回来 因为台湾有数十万的移民共朋友在台湾 他们其实很难阅读到自己的书籍 那这个运动其实他一开始只是一个一个想望 一个就是一个祈求 那后来其实他得到了很多的回应 所以书就开始大量的涌入我们家的客厅 那为了让更多朋友可以看到 所以就有了这个空间 那像一楼的书的状况除了有东南亚的书 还有就是中文的东南亚主题的书 那所有书的借阅方式 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则 叫做三步一坚持 就是我们不是图书馆 所以书借出之后你可以在上面就是 画画可以写字 你可以写下你的感想 然后借其无限 你想还的时候再还 那我们我们的用的方式是 你要采取押金制度 就是你来这边你带走一本书你付押金 那等你还回来的时候 我们再把押金原价退还给你 就是它是一个这样的方式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坚持 就是我们坚持你一定要写点什么在书上面 就是你不可以是空白的借书 空白的还回来 因为我们相信知识是有价值的 阅读也是有价值的 所以这个书透过这样的流动 它其实会产生更多的意义 以及众人的智慧就可以在上面进行交流 那这是灿烂时光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希望人人都可以在阅读中 在书写里面找到自己的灿烂时光 那一楼是这样 二楼我们就有很多的讲座 我们去年办了三百多场讲座 前年办了三百五十五场 就是像这样子的小型的讲座 那有各式各样的主题 跟东南亚相关 或者是跟东南亚不那么相关 但是是台湾的非主流议题 俄罗斯我们也谈 波兰我们也谈 然后我们也谈过非洲 然后我们三楼 今天有上课吗 没有 我们平常三楼会有一些东南亚语文课 那有泰国 有缅甸文 有越南文 有印尼文 建不在文 有兴趣的朋友 就是你们也可以上网来报名 那这边的课就是大部分来教的 很多是新著名 所以其实透过第一首跟新著名 学习它母语的方式 其实我们会希望大家 可以更清楚的看见 其实东南亚就在台湾的身边 对 好 然后终于要开始进入到今天的讲座 今天的主讲人是尤斯尼 尤斯尼是来台湾 9年 第9年 第9年 迈入第9年的 满8年 满8年 然后迈入第9年 对 非常精准的中文 对不对 的 印尼 好 朋友 然后 我认识尤斯尼的时候 其实是在 应该是2011 15年 16年 16年初 就是我们刚开始在 北车的地板上 做流动图书馆 刚刚提到我们在下面的那个图书馆 其实我们在台北车站 此时此刻有一个 流动图书馆 每周日的下午 1点钟到5点钟 我们会有两箱满满的印尼书 会在地板上面 就是免费的借阅给印尼朋友看 因为大家知道礼拜天都是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 跟朋友见面的场合 那我是在那个场合遇到尤斯尼 我们在里面摆了很多很多的书 然后尤斯尼就在那边选书 然后最后就选了一本我写的书 我写过一本中文的 流浪西贡一百天 然后我就问尤斯尼说 可是这本书是中文的耶 然后尤斯尼就说 对啊 我想我应该看得懂 他不知道那本书是我写的 然后就拿起来翻一翻 他说这个中文我应该可以 然后我就觉得 哇 天哪 我怎么会遇到一个这么聪明的 这么厉害 中文这么好的人 然后后来两个礼拜之后 尤斯尼就还书回来 然后我就很好奇地问他说 你看到有什么感想 然后尤斯尼又说 我读完之后我觉得 原来越南跟印尼也是差不多 我们的交通都一样乱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意外地发现 尤斯尼的中文很好 然后我们就加了脸书 后来我就发现 他在脸书上都是用中文书写 而且他写了非常多 他对台湾的观察 还有他当时是住在安养院里面 跟一个奶奶 等一下他会提到 他的第一位雇主 非常可爱的九十几岁老奶奶 写他的故事 写他帮他擦指甲油 写他陪他去逛市集 去看电影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过程 让我看到尤斯尼超级厉害的中文 以及他非常细腻的观察跟照顾 那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后来 我在独立评论行那一篇 安养院的卧底记者 因为我就说你真的就是一个卧底记者 你的中文这么好 然后你的观察力这么的细腻 你对台湾做了这么多重要的事情 可是其实只有奶奶一个人知道 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太不应该了 他应该要让更多人可以知道 我觉得 因你看护在台湾这么高的比例 其实他们对台湾社会 付出了他们的青春 已经做了这么多认真 而且努力的事情 可是太少机会被看见被听见 所以我就写了那篇文章 那我们后来也在想 尤斯尼应该 他的中文能力其实是非常好的 他的演说能力 我还没有听过他演讲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如果可以让他自己来告诉大家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他是谁 我认为 这会让就是我们在理解东南亚的时候 会更清楚 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是谁 就是我们坦心难向 可是我们其实要先认识 我们身边这些东南亚朋友 我们今天现场 也默默埋伏了很多东南亚朋友 对 好 等一下就是我们把时间交给尤斯尼 然后中间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你们也都可以举手 可以问他 对 就是不用担心打断 因为尤斯尼很喜欢跟大家交流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尤斯尼 谢谢 谢谢 谢谢刘老师 然后就是 我现在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Yusme 然后就因为现在是还在过年的气氛 我就想说跟大家新年快乐 我刚刚 聊老师有提到 我是来台湾八年 然后现在是第九年这样子 我来自印尼西爪娃 我不晓得 大家有没有去过印尼 或者是听说过西爪娃 有吗有 有人去过印尼吗 没有 有去过 有知道西爪娃吗 我知道爪娃 然后不知道有东西 嗯嗯嗯 对 然后就这样 这次当初为何决定来台湾工作 其实呢 这也是有一段 呃 故事啦 就是 我当时高中毕业的时候 想说 想去继续念大学 呃 可是因为 当时我们家的经济状况 没有很好 然后我爸就说 呃 那你想要去念大学 你要不要先去工作 因为这样子 你就可以 呃 不会给家里太多的负担之类的 然后想说 好吧 那那我去雅加达去工作 可是在雅加达工作 大家都知道印尼的薪水没有很多 然后刚好那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从台湾回来 因为我们 我们的 观念就是 到外面 到国外工作 就是要当帮佣嘛 然后就很辛苦 这样子 然后 他说 不会啊 来台湾不会很辛苦 他说台湾的雇主都非常好 就不想 因为 因为我们那边很多去国外是去中东国家嘛 那中东国家他们会比较严格 或者是 呃 工作的 呃 环境比较 就是 比较难啦 因为 他们 当帮佣 中东的 家里 就是非常的大 然后 每天都没有时间休息 就这样打扫之类的 想说 好 应该好累 然后说不会不会 在台湾不会 他说台湾还不错 然后想说 好吧 那既然在亚加达 薪水没有很多 也不会有时间去读书 因为 亚加达 你去 呃 你把那个薪水 当生活费都已经不够了 还有去读书 然后他说好 那我决定 去去台湾 试试看 那时候也是好像 试试看 然后就没有想太多 就去了 印尼的中介公司 就好像被 被编丑的感觉 对 然后就 就来台湾了 嗯 呃 可能 大家有一些好奇 我在印尼 是 呃 就是 还没来台湾之前 是受过什么训练 或是什么 因为很多现在 我看一些脸书说 都是印尼公主 所以在台湾都是 态度不是很好 都是很享受 就是在台湾 好像当公主一样 没有工作是干嘛 对 其实呢 哦 现在 好 记得我们在印尼中介 有一些训练 我以前是三个月训练 然后就是 就是讲呃 教教我们 呃 语言的 就是讲中文 可是我跟你说 在台湾讲的 呃 在印尼讲的中文 跟台湾讲的 完全是不同 因为在印尼 就算我的老师是 呃台湾 呃 他是台湾 加莱 反正就是 他这也是算是 一般是台湾人 所以应该他 叫的比较标准 应该是 可是我那时候没有 没有想到 哦 原来台湾的标准是这样 对 他只会给你 一些单子 比如说 吃饭 就这样吃饭 或者是 呃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不会叫你去 呃 交流 就是聊天 或是 呃 就是生活上的一些 中文 对 然后就是来台湾之后 我三个月学到的中文 就通通 就是把他忘掉 就中心学这样子 对 我刚刚说的 就是语言的 还有什么 照顾计较 其实我们也被 训练到 比如说 因为我们在印尼的时候 就没有 呃 因为在 在印尼 我们的台湾 在台湾工作室 要去照顾老人家嘛 所以他就会叫你 最基本的 比如说 怎么退轮椅啊 是什么 其实都有叫啦 就是 呃 是有交这些东西 哦 还有我们 要来台湾之间 那个老师 呃 我们的中间公司 就会拍一些 我们 那个 去他们家 工作 没有 呃 不会给你钱 就当免费的帮佣 就那时候 好辛苦 为什么会去老师家 实习 老师家也没有 没有人 没有老人家 要照顾 就是打扫之类 就这样 觉得老师好像 像我们平一样 是台湾人吗 是台湾 就是台湾人 对 反正我们 其实在 印尼有受过训练 再来台湾 不是说 呃 在印尼随便 怎么样 就来台湾 这样是不是 对 就训的时间 有多久 呃 看 我那时候是三个月 现在好像要有 嗯 一百天 至少有一百天 然后 那时候 是平常要扶重界 那个是我们后来 是后来 我们不是 第一年 我那时候 2009年 我是被扣 一年的薪水 对 然后那时候 我以为 我被扣的钱 是跟大债一样 可是我后来发现 我的扣的比较多 因为我 第一个月 只领到 一千五百块 台币 剩下的都是被扣掉 没有钱 然后第二个月的时候 到第六个月 我一个月 只领到 三千多块 所以根本 呃 那一年就没有钱 第六个月到 一年 零到五千块 我以为 大家都是一样 结果我问我朋友 他说没有啊 没有这么多 可是因为我以前 就是傻傻的 不会 不会去觉得 我已经来台湾工作 就觉得很 幸运的 已经被选上了 就可以在台湾工作 所以不会想多 不会想太多 对 所以就是 然后我就问中介 我说为什么 call这么多 他说那是你们 国家的中介 就是国外中介 call的 不是台湾中介 所以每一次 每一次我问 台湾中介 他觉得 我没有call你的钱 都是你们国外中介 call的 对 所以我不晓得 是谁call的 我也不知道 好 还有 他没有直接给你 还是要碰过中介 没有 他是直接给我 可是已经有 新字表 就是 你今天 北扩的 比如说 服务费 或者是 那个贷款 就是已经 歇得很清楚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然后剩下来 你就只能 领到这个钱 所以我那时候 以为 大家都一样 因为我那时候 也没有一女朋友 就是 第一 来台湾 直接到雇局家 没有 我是先到中介公司 一个礼拜 因为 我的第一个雇主 他是第一次 拥到 外劳 然后就是 他不晓得 怎么 教我们 讲话 或是 他会不会煮饭 或干嘛 然后我的第一个雇主 就是说 请中介 先 叫我在他们的 公司 一个礼拜 对 然后去 然后就是 反正 不好意思 是没有 背 没有背 什么 我是说 不是雇主 直接给 雇主 直接给我 可是 就是有 那个 就是雇主 还是有一些 钱要给 对对对 然后就是雇主 帮我们交 然后中介 就会给他 像那种 交电话费 之类的 那种 7-11的单子 然后就雇主 就帮我们交 其实 我现在在 知道 规定是 把钱 通通给我 然后我自己去交 那是我现在 在知道的 规定 所以那时候 因为就傻傻的 也没有 其他的朋友 可以问 所以就觉得 大概 大家都是一样嘛 所以那就 接受 对 要请大家 哦好 要不要请大家 可以稍微再往前一点点 谢谢 这个板 前面 好 椅子 不用了 我们就是 坐在地板上的朋友 往前移就好了 谢谢 然后就是我第一个雇主 我刚刚就问 我刚刚就讲到 因为他是第一个 第一次 警 外籍看护 他觉得 应该有什么事情 都要问中介 所以 我那时候没有手期 因为他 因为他就问中介 中介说 你六个月前 不能有手期 我想说 为何呢 他说 你想 他说 你已经会讲话吗 会中文吗 我说 我就正在学啊 对不对 不会 然后他说 那你已经会照顾老人家吗 我现在也正在学 慢慢学 他说 你什么都不会 你还要手期 你想要一直玩手期吗 我说 也不是啊 就跟 那个联络 对不对 跟家人联络 他说 他说最好你先 得到 雇主的 新任 再去 游手期 中介是这样觉得 然后 还有一个很 觉得 这个也很难理解 现在已经 好像没有这个了 因为 以前 我的薪税 刚刚 他说 给我钱 可是 他给我钱的时候 那个老板就说 因为中介 怕你花钱 花太多 所以我先帮你保管 我第一次来台湾 来雇主家里 然后雇主就带我去银行 搬那个 银行仓库嘛 然后他说 中介说你 五百 一个礼拜 一个月五百块就够了 就是购买电话卡 你也不 不用买什么东西 那时候我也觉得 为什么 就我的钱 对不对 可是 可能 这个台湾 在台湾工作的规定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反正就是 傻傻的被冲件片 后来呢 我就跟老板说 好像第四个月 还是五个月 我说我想要买手机 老板说 好 那我明天帮你领钱 因为我的钱都在仓库上 那个什么 存折跟印章 也没有在我这里 他就 在雇主那里 雇主每个月 就是给我五百块 然后他就给我看 你看 我已经把你的钱 存进去了 我说好 然后 晚上就中介 就打电话给我 就刚刚讲的 他说你要手机干嘛呢 而且 他说 我们公司有规定 六个月之后 才有手机 然后我就很难过 为什么 雇主都已经帮我 要帮我领钱了 可是他说 你雇主打给我 他说你要买手机 所以想说 为什么要打给中介 你领钱就领钱 给我钱 不就好了 好像就 那时候真的是很难过 而且每次 每次 因为我 每次打电话到家里 我是第一次去出国 第一次去工作 我从来没有 从家里去哪里 很远的地方 就是我 出去也是 去旅行也是 就毕业旅行 早会去 然后我就每次打电话 给我妈妈 或是我家人 这样子 打到一半 就觉得好想哭哦 然后好想看到我哭 说在干嘛 可是每次都 哦好 当我要哭的时候 我就忍出来 然后就跟我妈说 好 那就这样下次再联络 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哭 就 觉得 我为什么要来台湾 当中 台湾很好 是很好 没错 就是工作不会太辛苦 就是 有一种 就寂寞 就是因为一个人 跟奶奶也不会聊天 因为不会讲话嘛 然后就是 朋友也没有 手气也没有 你要跟谁聊天 然后每次到垃圾 因为到垃圾会很多 一女朋友 可是他们就觉得 我不晓得 我的那个是叫的 不是很好 是什么 我就问他一些问题 我说 我奶奶讲这个 这个字 比如说讲 什么洗脸 或是什么 是什么意思 然后她说 你这样子不会讲中文 你孤主会不要你的 她就没有告诉我 还 就是 对 然后就觉得好难过 为什么 你不是跟我一样 印尼人吗 就应该是要 我们互相帮忙 对不对 然后就觉得好难过 每一次打电话 就说 每次打电话回家 我就 默默的 跟我妈讲一段 然后我想哭的时候 我就把她挂断 而且我打电话 都是用公电话 到垃圾的时候 假会去打电话 对 就这个也是 想到以前就觉得 我当初为什么要来台湾 那时候高中毕业 根本就还没拿到毕业证书就来了 对 这个也是 可能大家没办法想象的一个 没有去过哪里 然后一去就到台湾 到陌生人的家里 然后就跟陌生人一起生活 我不会讲话的那种 根本就是 反正就是 很难过 这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的奶奶 我以前照过的奶奶 她是外省人 是湖南人 她湖南口音很重 然后每一次问 我刚刚问我朋友 对不对 她根本可能就是听不懂我讲什么 所以她就没有回答我 反而会吓我 对 然后我就 还好那时候 奶奶家对面就有一个邻居 就是跟奶奶住很久的邻居 然后每一次问她 然后我说 那我这样讲 你听得懂吗 然后那个邻居说 听得懂 可以可以 我听得懂 可是我说 那为什么奶奶都听不懂我讲的话呢 她说 那不是你的问题 她说因为奶奶都是 老人家以前就听 奶奶又有一天重听 再加上 她的那个家乡话很重 所以她说 那个不是你的问题 所以这个语言 为什么我讲的现在比较 比英尼朋友比较标准一点点 那是因为 我当时很努力的去把我的音 给挑的 让奶奶听得懂 后来我再知道 根本就 反正就是奶奶的问题就是了 可是我觉得也很感谢那个邻居 每一次 每一次他就 比如说 有一个很好笑 就是 因为奶奶 那时候 他儿子在美国 然后第一次 回来 然后奶奶说 我儿子下个礼拜要回来 这样 可是我不懂这儿子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 有邻居来说 那个 太太 那个奶奶 就说 他儿子要来 我说儿子是什么 那邻居就带我去 奶奶的房间 那房间有一个 那个 他儿子的 婚 婚照 婚照 对对 他说这是儿子 这是媳妇 那邻居就是这样慢慢叫我 所以我很感谢他 然后我说 哦原来儿子是小孩 对对 他说对 儿子就是小孩 是奶奶的小孩 那时候我就 我以前有一个小本子 每一只都会写下来 就是写什么就写下来 对 然后有一次也是 我去 因为我以前的老板是 不是奶奶的儿子 因为他在美国嘛 没办法关我的事情 所以是奶奶的 算是经济啊 奶奶的经济生病了 他就 叫我照顾他一个月 然后我去照顾他一个月嘛 然后每一次 他也很好 因为他是 算是年轻人 所以 他还会 跟我 看电视的时候 会 解释 比如说 电视上讲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会把它写下来 然后他说 你是在写日记吗 我说我不是 我是在 在写你刚刚讲的话 我就要慢慢写下来 因为等一下 总 因为我可以跟你讲英文 可是奶奶也不会讲英文 所以 我就要努力的写下来 把那些东西写下来 然后回去 如果奶奶讲 写什么东西 我听不懂 我可以 看看 就搞不好就跟他 讲的一样之类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语言这种 不是 工作 最重要的是语言要通 早会 怎么说 你工作的比较轻松啊 因为你语言不通 根本 没办法沟通 会一些些误会 然后那误会 因为 因为我以前 我 这个也很好笑 因为我 跟奶奶常常 会吵架 然后我就 觉得我那时候也是 为什么要吵架呢 老人家 对不对 可是就因为 语言不通 我想要解释 可是越解释越乱 然后奶奶就 觉得你干嘛 在盯嘴 干嘛要跟我 就是 反正就是跟我 吵架 对 想说我没有吵架 我只是想跟你解释 可是我讲的不清楚 他也讲 听的不清楚 所以我们就常常这样吵架 然后每次吵架 就会找邻居 帮我们当第三者 然后就这样子 我们就和解了 对 觉得这样要 有一点 对 生活习惯 就是我在台湾啊 在台湾有冬天 我们那边没有冬天 所以 我们会 比如说洗澡好了 我们洗澡 一洗两次 那我就会说 早上洗 然后晚上洗 然后奶奶说 你为什么一直洗澡呢 我说因为我们那边 就是这样洗 他觉得台湾的水很贵 你不要 你不要一直洗澡 他说我们这边洗澡 都是 一天一次 然后老人家的也是 大概一个礼拜 两三次吧 就不会每天洗 我想说为什么 可是我就 你知道 我觉得我很脏 因为早上 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能就流口水 我干嘛抽死了 然后就是会洗澡 然后晚上也要洗澡 就会为了这个水的事情 就觉得 我是因为我的问题嘛 才会让你的水变得 水费变得很高 就觉得有一点那个 还有比如说吃饭啊 我们那边 我们不会用筷子 以前不会用筷子 然后我在中介公司 也被训练要用筷子 每一次都要吃饭的时候 要用筷子 可是 跟奶奶一起 我不晓得台湾 这个我也有一点那个 因为我们 你们台湾人 吃饭 一个菜 然后 很多筷子 就夹在一块 就觉得 那个 有一点 也不是不卫生 就是 有一点 可是现在已经习惯 就这样一起吃 可是他们也 很好就会 不会把我当外人 所以我们大家吃饭 也是一起吃饭啊 连他儿子回来 也是一起吃饭 不会说 哦 你等一下再吃 等一下我们生下来 你再吃 也不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其实还好 但尤尔 我想请问 就是吃饭这件事情 因为有很多人说 就是一起吃饭 是很好 可是也有一些人 他不喜欢跟雇主 一起吃饭 是吗 是 因为 在跟雇主一起吃饭的时候 会觉得有一点尴尬 然后我们 吃多的也不好 吃少也不好 吃少也就觉得 你是怎么了生病吗 或是吃豆 我自己觉得 很不好意思 对 因为我其实在印尼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一大碗 这样子 饭菜 就放在一起 然后就吃 可是在台湾 就是一个小碗 就觉得 有一点吃不饱 可是又不敢吃 所以 有时候 跟雇主吃饭的时候 好好吃的 有点少 然后雇主 我等一下 再吃一点什么东西 就偷偷吃 那煮饭是谁 第一次是奶奶煮 然后给我看 然后后来 我就跟奶奶说 那我煮饭吗 她说你可以试试看 然后我说 那我煮什么 你看冰箱里有什么 就你就煮什么 我说好 然后我就随便煮一通 然后我说 好吃吗 其实奶奶不会挑食 她只有有味道 跟熟了 就熟了就好 所以她说 我好心愿哦 就会 不需要学什么 要煮饭之类 可是后来 是我刚刚讲的 我在下面 她有一个师傅 然后我说 我以前有买过台湾 的那个师傅 对对对 然后雇主看到 她说你买这个干嘛 她想说 给奶奶做一些 好一点的东西 可是也没有用到啦 其实对 不好意思我想再请教一下 因为其实台湾还蛮喜欢吃猪肉的 那你在煮的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曾经会这样子 跟你的这两任的故族 有些不明白 雇主她是还好 因为她也知道我回教不吃猪肉 可是奶奶会觉得 你在印尼是印尼的事情 在台湾应该是跟我们台湾 她说应该跟我们台湾一样 我们吃什么 你也吃什么 然后我就跟她说 没关系我可以帮你煮猪肉 可是我不吃 她说那你不吃呢 你没有营养怎么办 或者是反正她就 老人家会想很多嘛 然后我说没关系 我会吃这些东西 就猪的那个 她说她就算了 后来奶奶很少买猪肉 然后我这个也是很感谢她 因为她觉得我们只有两个人 还有分这个你吃 这个我吃吗 她觉得这样也很 就是不好这样 所以每一次我问奶奶 我说你要不要买猪肉 她说你也不吃买这个干嘛 我说没关系 我可以煮给你吃 她说不用 后来就买鸡肉 买鱼之类的 都没有买猪肉 她说她儿子回来 才会去买猪肉 对 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遇到的雇主算是好的 就很好的雇主 对 我这个也是很感谢 因为我看到很多网路上说 她被雇主去哪里去工作 她雇主有很多那个房子 要去打扫干嘛 想说还好 我就是中介我刚刚讲过 就是 其实我的中介她很好笑 她第一年就对我很严格 就觉得你 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她每 大概一个月之后会打电话 她会先打给雇主 然后再打给我 然后她就跟我跟我说 刚刚你雇主讲你怎么样怎么样 她说你还不会讲话 或者是干嘛 我说讲话这种事情啊 我也没有跟她解释 只是我自己想说 大家都要慢慢来吗 就是不要那么齐 至少我跟奶奶相处的 好好的就好了 可是这个也是一个 对我 怎么怎么讲 就是让我努力的去变得更好 这样子 你觉得奶奶也对你很有耐心 她也让你慢慢来 其实不会 她没有 她没有耐心 只是她会直接找邻居 就我真的是感谢那邻居没事 有什么事情 奶奶就会扣扣扣那个邻居说 我跟她讲她听不懂 然后她就是讲一大堆 然后有像奶奶 因为奶奶就一个人住 她不是智 然后就是每一次有信啊 而且奶奶个性比较急躁 就是会有什么事情 会容易紧张 然后每一次有信啊 有什么东西来 她说是不是我儿子给我的 她说是不是什么东西要给儿子 怎么样怎么样 那时候也是大概会晚上会找邻居 我干嘛找邻居 然后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就帮帮她 自己学中文 然后就看电视的时候 我就会注意的 就是电视上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电视很好 他们讲话的时候 下面就有一行那个字幕嘛 所以我就会遍看电视 遍听 然后遍注意那个字 那后来我就这样子慢慢的学 那个中文 我是先看得懂中文 再学怎么用手气打字 对 所以那时候为了帮奶奶看那些信是什么信 让奶奶不要那么的紧张 所以我就努力的学那个中文字 那后来也是因为就我们两个人嘛 所以就是开始学中文对 这个休假 休假我第一年 2009年 然后第一年我只有一天休假 那个是 那个什么 印尼开灾节 对 开灾节 第一年只有一次休假 然后 刚来台湾就这样 可是我不觉得我的休假很少 因为当时不认识台湾 然后也没什么朋友要找就去哪里去哪里 所以我觉得一年一次休假还不错 就是可以开灾节的时候出来玩 然后大家一起 这样子朋友一起玩 可是那时候也是朋友 也是就在台北车站那边 很多印尼朋友都是朋友 我刚刚有一个我朋友 他台湾朋友就问我说 那你们认识多久 我跟另外一个印尼朋友 我说没有啊 就没有几个月认识 他说你们看起来很亲 我说因为 其实在国外 然后就 遇到自己国家的人 就感觉好亲切 就算以前不认识也会很快的就变得好朋友这样子 对 然后第一次休假的时候 反正不会觉得休假这种事情很少 可是现在觉得大家工作还是需要休假 真的 如果在 而且我们像我们在别人家的工作的时候 休假就是很重要 因为我跟雇主不可能像朋友那样子 就是放开或是什么 这不可能 所以会有一些压力 没有休假的时候压力会很大 越来越大就觉得会对友谊症一样 对 然后我在台湾第二年的时候 我就不小心在一个印尼杂志 就是看一些台湾 印尼空中大学 他是在台湾有开放 开放那个分校 然后想说那我要不要跟雇主说说看 可不可以去这个读书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雇主 然后雇主说那你问一下你的中介 又是中介 想说我跟你跟中介有什么关系 然后我就问中介打电话给中介 因为我本来在台湾的时候我就想要读书 有这个机会想说那就在台湾顺便 也不是那种顺便 就是有这个机会觉得很好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中介 中介说这是你跟雇主的那个 对对对对他就跟我们没关系 可是雇主就叫我打电话给中介 然后就说你问雇主 反正我又打电话给雇主 因为那时候也是很紧密 就是剩下一个礼拜的报名时间 然后我就跟雇主的蛋白说 到底要不要让我去读书这样子 然后他说那你让我想一想 可能他也觉得因为我读书的时候 你来台湾工作要照顾我的婶婶 那个那顾就是奶奶的经济嘛 他说你他可能觉得要读书干嘛 好好的做你的工作就好了 还有读书 然后我说好那你想一想吧 到时候再告诉我 结果隔了一个礼拜 那时候好像最后一两天 就很刚好的说 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我说什么 他说你可以读书 可能他是跟那个奶奶的儿子讲 或是什么 然后他们就觉得可以 所以那时候开始第二年 我有一个月一次的房价 又要读书这件事情 对 就是我的毕业照 这是我2016年毕业的 然后就是当时读书的时候 我是怎么学习呢 因为我们的工作去照顾老人家嘛 主要是照顾老人家 所以我们用老人家休息的时候 来去读书 有时候也是 我觉得不是我们辛苦 老师也辛苦 我们的老师是在台湾研究所 博士的那个英女老师 所以他每一次都配合我们的时间 就比如说我们晚上10点 或是11点再上课 因为老师每个礼拜一定会给我们上课 可是他就会问我们 那你们怎么时候有时间 可是因为大家都不一样 有一些人在工厂工作 他是晚上工作 有一些人像我在家里照顾老人家 白天工作 所以老师就每次好 那我问那个谁谁谁 他是怎么时候休假 然后就是会 大概晚上12点或是 大概也是 就是半夜才会去上课 然后每次很好笑 因为老师是要讲 要讲话 然后要回答问题之类的 那我们在电脑后面 因为我是用电脑上课 我们在电脑后面就是在睡觉 因为我们已经白天也很累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 对老师很抱歉 可是就是 这也没办法 可是我就 会晚上啊 或者是 因为我 刚刚讲的我比较好 就是我的工作环境比较好 结果男人一个人嘛 所以我比较有空 所以奶奶就会跟我说 那 每次我去房间 比如说我去房间去上课的时候 奶奶就在客厅看电视 然后她说 你为什么要去房间 我在客厅 她说你这样子 还有开两个灯 反正奶奶就会比较神嘛 她说你来这里上课就好了 我说可是你要看电视啊 我会不专心 她说没关系我不看电视 她说你来这里 然后就 变上课变 奶奶也变看我 可是大家也可能听不懂 我在这样子 反正就是 我会跟奶奶一起在客厅上课之类 对 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经验 还有因为我刚刚讲奶奶后来 她病気越来越来越严重 因为她四次 然后在家里四次 晚上有时候不睡觉 会 呃 后来后面她会有一些幻听 她觉得楼上很吵 每次会有人走来走去 她觉得 可是我是听不懂 听不到 然后奶奶就会到 跑去楼上就按门铃 半夜的时候就是 我这样子会很困扰 然后我就 跟老板说 我觉得奶奶最近的 情况变得不是很好 然后跟老板 呃 去讨论之后 奶奶就住院了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之后 医生就问老板说 那那个 奶奶在家里谁照顾 然后老板说 就他们两个 因为我们都不在台湾 然后说 那 这样的不行 那说 看会很累 这样子很辛苦 呃 那个医生就建议 奶奶去 去养老院嘛 然后去养老院 之后 老板就跟我说 呃 反正在养老院 有人照顾 所以 那时候我开始 可以一个礼拜放假 一次 一个礼拜一次放假 而且 不用扣薪水 因为我们 其实我不晓得 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薪资表上面的 加班费是已经加进去 所以如果你是放假一次 有一些老板 会把你的薪水抠掉 其实那个不是抠掉 就是把加班费 不给你而已 可是因为我们的薪水 都是加班跟 平常日都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被 纳入那个老七法嘛 对 所以就是一个一个 一天大概500多块 对 然后就 有一些事情就会扣 那我当时 奶奶在养老院的时候 老板 老板的说法是说 你可以一个礼拜回家 看家里 或是打扫一下 或是干嘛 可是我就会拖懒 我就 反正老板你不在 老板回来的时候 我去再去打扫就好了 所以我 把那个 时间拿来休假 全部休假 然后每次我站在家活动 因为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休假 是很珍贵的 一年一次 一个月一次 所以每次休假 我去抛去哪里 要抛去哪里 想看看台湾是怎么样 可是到后来 我就觉得 应该 休假 应该就好好休假 休息 所以我就会很喜欢的 坐在台北车站 就是那个台北车站 大厅 就很多印尼人 就觉得 哦 原来 我可以有那个 好像在家里的感觉 就好像离家不远 大家都讲印尼话 以前都很排挤之死 我觉得我在国外 应该是有一个国外的 气氛嘛 对不对 可是每次去台北车站 大家都讲印尼话 就没有在国外的感觉 对 所以我后来是 因为一个礼拜一次 所以我有很多时间 就觉得还要休息 然后就在台北大厅那里 遇到了很多人 比如说140 或者是你们 站时光 就觉得原来在台湾 也可以叫台湾朋友 去那时候开始我交到一些 台湾朋友 以前 以前我觉得 台湾人很有拘力感 就觉得应该 好像是我自己 有点自卑啦 就是觉得我 我是 比较下任 就比较下面的 跟你们 台湾登记不一样 所以 我不敢就接近台湾人 因为 我有一次也是问路 就是问台湾人 怎么去哪里 去哪里 可是他们都好像怕我们 不曉得是怕还是 不想要去帮助 可是我没事问 他说 哦不知道不知道 就会很 复厌于说不知道 后来我再知道 哦 原来台湾还是很多 很多人就 现在开始关心我们 这些 在台湾工作的 外籍义工 我觉得这样也很感谢 像站时光啊 或者是140啊 或者是一些 很多一些现在 一些组织 对对对 那我那时候在 第一个认识台湾人 是140的成员 对 他就说 因为他 他有在 印尼的另一个组织 教中文 他想要自己建立一个 组织嘛 他说 叫一些很多台湾 印尼朋友 来上课 然后他就透过我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就这样找人 然后我就很喜欢 站在这种活动 因为我觉得 哦 原来我可以跟台湾人 变好朋友 然后我现在也很多 台湾朋友 觉得很开心 对 这也是也是另外一个故事 因为我在台湾 很爱 就是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团体 叫苏打绿 然后也是 然后也是 就是 Yousni的笔记本里面都是苏打绿的歌词 对 然后他的中文很好 跟苏打绿是有些关系 对 因为我当时我在奶奶家的时候 就忽然间 看电视的时候 就泡出来一个苏打绿的MV 就觉得 哇 这个歌好好听哦 然后我就开始 因为我想要 怎么知道怎么唱那个歌词 然后我就开始也是 就开始学一些比较负责 因为苏打绿的歌 我根本就听不懂 他在唱什么 可是我 我为了这个也很努力的在学习 我觉得 这个也是蛮有趣 因为好像 我很少看到一些台湾 一女朋友去追 台湾的明星之类的 对 可是我觉得还蛮开心 我还去看演唱会 然后看 去看了三次演唱会 然后第一次是我自己买票 自己 强调 对 对 我觉得好开心哦 然后第一次 我还跟我朋友说 因为 听说强调很 很难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 如果我强调 我经理喝 就是 经理喝饮料 然后我就真的 强调的时候 我真的是要花大钱 又有买票 又要进我朋友 喝饮料 像说这个也很难得 就 本来像说 一次嘛在台湾 看一次没关系 看完之后 就越来越迷人 然后又有演唱会的时候 又又去抢 这样子 这个 反正 我觉得 最新 大家都应该有这种经验 觉得很开心 就死了 我现在 因为我已经9年 然后在台湾 就是可以待到12年 还听说现在可以待14年 对 可是我想说 这样生活 这样工作 没意思 就是好像没什么经验 回忆你之后 你要干嘛 都不晓得 因为 回忆你找工作 会问你的经验 那我的没什么经验 我的经验就在台湾 我的 右点可能就是 讲中文讲的比较好 可是其他事情 我就不会做 所以我说 想说 把这个合约 合约满 满了之后 想回去印尼 然后去找一些工作 找一些经验 因为我觉得 就算在台湾很好 很多朋友 可以 知道一些 就是 就是 我们在印尼 学不到的东西 可是 在会印尼之后 根本就跟印尼 有一些 那个 脱离 那些印尼的生活 对对对 所以我每次回去 我第一次回去之后 感觉 因为这三年之后回去 第一次回去 觉得好期待 然后就是在印尼 三个礼拜 就觉得 好快喔 好像做梦一样 又要来台湾工作 可是第二次 就不一样 我第二次回去 就觉得 我看到那个 我的家人在机场外面 就觉得 好陌生喔 就他们是谁 也不是 是谁 可是就觉得 我好像 就是 没办法跟他们 好好地交流 好像跟不上 他们的生活 是什么 反正就是不太习惯 我觉得这样也不行 因为我不可能一直在台湾 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个结束了 就想要回印尼 就不再来台湾了 嗯 这个 这个吗 就是我 因为我年期有一点 有也可以 要结婚 所以我每一次 有人问我 说你回去干嘛 当然回去结婚生子啊 就找工作结婚 这样好好的 好好的在印尼过生活啊 就不会再来台湾 做这么辛苦的工作 对 然后最后啊 我就想说 希望我们在台湾 可以 像刚刚 说什么 哪路老技法 之类的 像之前我们跟 姚老师有 讲过一些 那个什么 保险的重要 因为我们 也是 而在台湾 我们没有被 纳入老技法 所以没有什么 老 老保 老保 对都没有 所以像 之前不是有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在花莲 有一个人 对 菲律宾的 朋友 他不幸的这样子 对 他在地震的时候 他也身亡 可是因为他们没有纳入老技法 所以其实他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 就是劳动方面 工伤的补偿 我觉得可以 把我们 因为我们也一样在台湾工作 为什么要 就是对我们不一样 就是觉得 应该 要好好 想一想 对 还有一些问题吗 好 我们现在这边 先 先谢谢尤思妮 刚刚前面 一个小时的分享 因为他的中文 真的非常流利 对不对 谢谢 好 那我猜今天很多朋友 都是带着问题来的 所以 我们要不要就是 我们开始 灿烂时光有一个 习惯 就是我们会把麦克风传下去 然后每一个 握到麦克风的朋友 你可以发言 可以问问题 或者是你可以谢谢尤思妮 那如果没有什么意见要说 也没有关系 就是把麦克风再传给下一个人 好吗 好 那我们从这边开始 不用关着 尤思妮 我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我疑惑很久了 就是其实我对食物是非常有兴趣的 那那个就是7-11 他卖那个咖哩饭的便当 就是有两种 一个叫爪哇咖哩 对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爪哇咖哩这种东西 是真的 可是那是猪肉我吓到 因为我 哈哈哈哈 我想说我去买 因为我在养老院的时候 就是在外面吃饭嘛 然后想说爪哇咖哩 我没有看得很仔细 其实我每次买泡面或买什么 我会看得很仔细 他有没有含猪油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说爪哇咖哩是我们那边印尼嘛 爪哇嘛 应该不会有猪肉 结果 因为我会变吃变看他们的包状 然后突然 他是猪肉 竟然是猪肉耶 他说爪哇哪来的猪肉 哈哈哈哈哈哈 是真的有爪哇咖哩 可是没有 那个味道 不一样 好 对对对 然后还猪肉 真的是 真的是傻眼 你好 我想问说 就是在 比如说回教上面 有很大的不一样 嗯 那目前台湾 不管是宗教 或是工作上 有没有 让你们觉得不友善地方 我刚刚没有想 没有分享到 其实因为奶奶比较老人家比较 观念比较专统嘛 他觉得我们家有一个祖先 所以你要拜拜 就不可以在我们家拜拜 可是我们因为有规定 一天要拜五次嘛 所以我就跟奶奶说 没关系我不拜 可是 其实我会偷偷拜 哈哈哈哈 因为反正奶奶 一个人奶奶看电视的时候 我就跟奶奶说 我上个次的时候干嘛 我四五分钟就解决 所以那个也还好 对 那个我想请问就是 因为我现在还是大学生 然后我们学校有 选修的课 然后我那时候选修了马来文 然后我自己有认识一个印尼朋友 他跟我说印尼文跟马来文很像 那他是 他是类似 还是说是哪一个语言 是另外一个语言的 原型或是什么 就是他为什么会很相似 因为就好像 就台湾跟中国的中文 他是一样 可是手法不一样 怎么说 就是有一些字 用词不一样 对对对对 就这样 好谢谢 印尼文是用马来文来干 呃 如果是原型的话马来文 马来文 马来文对对是马来文 然后我们 跟 融入当地的 因为我们当地也是很多 那种其他的语言 所以 其实 可能你在 雅加达讲的印尼文 跟比如说在 巴黎岛江的印尼文 有一些不一样 有一些用词不一样 也是被 那个当地的语言 被印象 这样 嗯 又是你我想问 如果时光在倒流啊 嗯 你会不会 还会不会选择来台湾 会 因为我现在 我觉得我的以前那个辛苦 跟现在的收获 收获比辛苦更多 像 像我现在 可以说中文 其实出国啊 工作这件事情 真的非常的划算 你可以赚钱 可以学 语言 不用钱免费 是不是 然后还可以赚钱 还有还可以叫到 当地的朋友 还有 没有学到当地的文化之类的 而且 让你搭开眼界 原来 外面 会有另外一个世界是 让 让你 就是 跟你原来 原来的地方 不一样 对 对 那 嗯 他现在是都可以出来接演讲吗 还是说 我们 如果我们 如果想要请他来 你这个自己下勾 哈哈哈哈 因为现在我给他再告诉你 他可以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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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只要不能有 另外的收入 不能上 嗯 你好 就是我也是对食物很有情趣 所以我想请问你 就是 嗯 在伊斯兰教的教育中 你们是不能吃猪肉 可是你们可以烹调 可以煮 可以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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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嗯 因为我觉得还蛮解特的 因为在 比如说佛教徒的 就是一些教育里面 他们是不可以煮 也不可以吃的 哦 我们 我们可以烹 可是我们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 比如说你烹完猪肉的时候 你要洗几次 7次 对 用 就是反正很麻烦 可是我现在也不做 哈哈哈哈 我比较不虔诚 而且我们其实 如果严格来讲 在台湾你只能吃素 因为 鸡肉台湾没有 不是哈拉的鸡肉 牛肉也不是哈拉的牛肉 所以其实严格来讲 我什么肉也不能吃 只能吃海鲜跟植树嘛 对 其实大概附近有一家 其实真的 最近 最近蛮多 对对 最近 因为 所以我说 台湾 对我们越来越好 然后现在好像 很多那个食物啊 就在Steven的一些食物 也有一些是哈拉的标 对 哈拉的标记 对 那我想再提加一个问题 就是 呃 因为你现在看得懂 中文书嘛 那你最喜欢的一本 就是用中文写的书 是什么 老实在我不能 我没办法说别的书 哈哈哈哈 他能做很多中文书 是不是 那当然是老师的书 哈哈哈哈哈哈 对 尤之你很会 他的中文已经好到可以读很多 我还有老师 之前有送过他其他的书 对对对 然后那个书也还蛮有趣 他叫 呃我忘记叫什么 对对对 对对 不是 你还有送我一本书 那个小说 是 马头 那个叫什么 反正 呃我忘记了 对对对 反正有一本书 哇 可是到现在 后面的我还没看完 谢谢你 嗯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 有时你唱中文歌 非常的好听 就很让我陶醉 所以 跟他去唱歌 我就不想唱歌 就想听他唱歌 就好 这个 呃 谢谢 哈哈哈哈 有要去唱歌 没有吗 哈哈 他是那个 我介绍一下我朋友 他也是在玩4EA认识 后来我们私底下 回唱唱外出 嗯 然后我就会 他就会带我去唱歌 那因为他说 你喜欢唱歌吗 我说我可以我喜欢 然后会带我去唱歌的朋友 就只有他一个人 哈哈 谢谢你 你唱苏打力吗 是不是要唱好多艘啊 哈哈 因为我只为苏打力的歌 哈哈 好 我想问就是 因为刚刚那个 有提到说邻居 就是生活中很重要的 对对对 所以他有没有很像这样的角色 好比就是在生活中 就是建于 可能自己 然后或是说 在家里工作 之外 有没有也像 这种角色 嗯 或者是 或是如果他 他现在知道你要回去 他有没有 他后来 因为我换老板 之前我还 那个 因为邻居 奶奶就很信任那个邻居 所以奶奶什么钥匙 然后什么什么就给他 然后每次我回去的时候 邻居 就好像 我是真的是奶奶家的一部分 然后每次回来说 哦 那边等 呃 楼下会有信 或是什么括号信 他就帮我收 然后就 他说你 叫我去收 可不然那个是老板的信 然后 邻居就觉得 就是把我当是奶奶奶的家人 然后每次 什么奶奶 什么家里的事情 他就跟我分享 或是问我说 哦 你那个老板什么时候回来 或是 哦 那个你能不能跟老板说什么 要买什么东西 帮他买 我想说你自己讲就好了 我也不好讲 对 不是 在邻居吗 好 尤士尼尼尼好 你好 你好 阿萨阿里公 阿里公 我现在在台中教书 希望有空 过去几天 之后几天 可以找你来台中授受影响 好 谢谢 谢谢 我想先请问 你刚刚讲的那个 哈拉标准 是指那个肉的标准 是生产 还是说回教的标准吗 回教的标准 回教的标准 好 那另外想请问你 台湾食物啊 跟台湾文化 哪个不 有哪些是你很喜欢的 台湾食物的话 就是可能 我不晓得我是不是另类 我喜欢臭豆腐 哈哈哈 你一来就喜欢 他不会没有被吓过 没有 因为第一次休假的时候 大家都说 在台湾应该要吃臭豆腐 很臭很臭 就想说很臭的东西是什么 我就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想像 因为我们 我们也有很臭的东西 有类似臭豆腐的 可是没有很臭 然后说这个 想说哪里臭 这个很香好不好 哈哈哈 然后就 喜欢啊 哈哈哈 对对对 文化方面呢 文化方面的话 呃 呃 呃 大家怎么办 等一下 史达利 史达利是什么文化吗 哈哈哈哈 这是文化流行文化 对对 因为我听过有一位印尼妈妈 他说他其实很喜欢那些庙宇的建筑 他是很回教 他是回教徒 他也都带头筋 他说他觉得那个庙宇建筑非常漂亮 那我不知道就是在台北这样的环境 我觉得有一个文化 过年的时候大家 断圆这样子一起吃饭觉得很好 对 像我们那边过年 就算会一起吃饭 可是我们 不知道是我们那边的人还是怎么样 可是我们不会像台湾一样 大家一起吃饭 变吃饭变聊天 或是吃晚饭会去打麻将 反正大家一起嘛 可是我们那边吃饭就 就算是在一个家里 大家都一起 可是我们会吃个 对对对 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说法 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能讲话 对对对 就吃饭就吃饭 所以不会 就是台湾 变吃饭变聊天这样 很好 你觉得很好 好好好 谢谢 我想请问一下头巾 就是戴头巾对你有什么意义 那如果不戴会怎样 这个也是要讲到宗教的问题 其实我不是很 不是一直来讲不能牵扯 这样讲对吗 反正就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门就会戴头巾 因为觉得克兰金写的就是这个样子 你应该要顺手那个规定嘛 然后在台湾到中介公司的时候 中介公司说你戴头巾 台湾老板会不要你 不会炫你的之类 所以我在中介公司就开始偷头巾 那时候第一次就感到感到就是怎么样都不对 因为我平常都戴头巾 然后突然就被拖下来就觉得这个选择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可是也是因为就真的很想要去工作 所以就现在我在家里工作的时候 我是陪爷爷去公园啊 或者是干嘛 也不会戴头巾 如果者会在休假的时候戴头巾 我有两个问题请教 一个是如果不是有很多移工都会带老人家去公园散步吗 如果在公园里面请教他们印尼化的话 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一些困扰 应该不会 可是有一些 我自己以前我刚刚讲的 我觉得台湾人很有距离感 所以我会怕跟台湾人聊天 或者是有突然会来台湾说 台湾人问我说 能不能教一些印尼化就觉得会被吓到 你是对我有什么要要怎么样吗 可是我现在因为我认识的台湾朋友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样可以跟台湾人分享我们的语言 是很开心的事情 会马上答应 那第二个就是之前我比较不小心的时候 好像拿了一个有猪肉的那个菜包 不小心给他吃 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阴影 你不要告诉他他有猪肉OK没问题 不用讲就可以了 不用讲没关系 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不是我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所以 可是如果我有听说 有老板叫他去吃 然后他就真的是被逼了吃 然后就吃了哭 就是吃了之后就会哭 就是觉得很内疚 其实也没什么 我觉得啦 可是我也没想 因为我们 像我们那些回教的规定 就是你走了之后 咱会有的惩罚 所以你还在这个不会有什么影响 对 好 谢谢 感谢 嗯 上午上 又是你你好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之前来这边听过几次的演讲 然后我算是研究生 然后在关于博物馆上关方面的论文研究 那因为我刚好在228公园那边台博物馆 就是有办一些比如说文化的活动啊 然后他们开始来办东南亚的 比如说展览 美食展 然后活动给大家参加 然后也开始招募一些东南亚的新住民当导览志工 那我就觉得说 奇怪 我那时候在调查访问那边的观众 就觉得说奇怪 好像很少有东南亚的 怎么讲 算是移工吗 嗯 就来参加活动 可能是没时间或者是没兴趣 会不会给你们那种 就是博物馆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有 然后就是 因为我刚刚讲的 我们不是每个礼拜都可以休假 我们只能比如说一个月一次 三个月一次 所以我们把那个休假 是真的是很珍贵的一些时间 应该就跟朋友出去玩 跟朋友聊天 跟我有去花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其实 对去博物馆啊 或是去像这样 赞加这些演讲啊 就觉得没有什么兴趣 以前啦 我现在是还还蛮有兴趣 就觉得休假就应该好好的认识台湾 好好的去哪里玩之类的 对 因为现在他们有开始就是 也是很需要你们就是帮忙办一些活动啊 因为台博馆算是一个比较实施的政策 比较 怎么讲 算是比较前 开始已经往前走的 第一个博物馆 那其他 比如说乡镇的 其他县市的博物馆 真的就是要着手这方面 就是促进东南亚跟台湾人交流 这一块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努力 所以他们说希望你们以后会再 我觉得因为我也去过几次那个博物馆的活动 我觉得很感谢他们会提供一些给我们这些 就是让我们去介绍我们的文化之类的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对我们越来越好 真的谢谢你们 谢谢 嗯 如恋星你要说话吗 你刚刚没有讲 你拿到麦克风 那我要问什么啊 看你们讲什么 啊 没关系啊 这几次要再说 哈哈哈哈 就继续往后传 就继续往后传 对 哈啰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你在台湾经历过这么多 那你觉得你的下一步回到印尼 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别的打算呢 嗯 我在台湾已经靠过那个 华语文能力自研第二次 就高阶级 然后我想说我在印尼 可以把这个中文好好的利用 然后就找一些工作 而且听说你会讲 呃 语言 喂 就是 对 对 对 薪水会比较高 待遇会比较好 所以想说 那我要不要 就刚刚讲的我回印尼去 再找一些 类似的经验 嗯 我蛮好奇 像尤斯你有没有认识一些回去的朋友 就像你这样子 就是中文已经很不错 你的空大的同学 然后他们回去之后 都找了什么样子的工作呢 呃 有一些人是回去了 大概 几个月又来台湾 他觉得 在印尼生活没有 什么时候过不下去 然后有一些人 自己开生意啊 开店或什么 有一些人 我就很羡慕 我有个朋友 他回印尼 他现在在台湾的公司工作 然后我 他跟我分享说 他薪水比我 在台湾做的还高 想说那我为什么还在台湾 然后回去找工作 他在那个台湾公司做的是什么工作 也是类似翻译的 可是因为 呃 他的中文 其实没有 呃 我不是说不好 只是 我觉得 因为他不会 不会 他看不懂 他只会讲话 只会讲话 都已经有这种待遇 应该 可以 是不是 这也是一个诱惑 就是我回去 嗯 对 好 谢谢 好 请问Yousni 就是你学中文 有没有什么诀窍 我会这么问是因为 我有个印尼移工朋友 他也在1.40上课 刚去 可是他就一个月 只有一次的放假 所以就等于说 一个月两次的课 他只能去一次 那另外一次就是我帮他去 然后我再教他 可是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可能会 比如说像 The Masaya 印尼文是这样讲的 可是台湾是我的朋友 他会把他颠倒 他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困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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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好像 他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学过英文 因为我 就是在学校有学过英文 就是中文跟英文 比较相似 然后 所以 我是用那个 英文的逻辑去学中文 对 然后就 像我刚刚讲的 有什么 要什么技 我就把它提下来 然后就是这样子慢慢的 或者是看电视 看电视 电视这是很好的一个老师 对 看电视 就是 如果有人在旁边解释更好 因为我以前是 因为奶奶也看不懂 所以自己去摸索那个要怎么连结 他在讲什么东西 或者是 现在 呃 我相信 现在 就算一共朋友刚来台湾也已经有手机 其实可以好好的利用手机里面的一个APP 然后就是 比如说想要认识中文字的话 看不懂的把它抄下来 抄片 就把它拍照 拍照 他就会告诉 他就 会跑出来 他是怎么练的 对 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嗯 大家好 我想说认识Yousni啊 其实是在2012年 嗯 我觉得很 就是很荣幸 有机会 那个时候是 Yousni跟奶奶一起来 因为我们是刚好到那个社区去办一个阿嬤的画画版 所以Yousni跟阿嬤就是在 我们看到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 我自己家里阿 其实刚刚他讲的就是雇主跟仲介 跟外劳之间的关心 因为家里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外劳 所以其实有一些经验 其实我满能感同身受的 就是说为什么 嗯 有些仲介跟台湾的家庭 其实对于外劳 会有不同的一个看待的方式 但是在那一场的工作坊里面 嗯 因为在那场工作坊里面 其实有大概三四堆的这样子的一个 阿嬷跟外劳之间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真诚的一个 亲人的关系的对待 然后后来后续的话 只是也是看了就是 臥底 臥底记者的这篇文章 让我想起了那一年 然后那个跨班 所以很高兴 就是你让我们更认识台湾 真的谢谢 他们算是我第一个台湾朋友 因为我那时候我还很高兴 每个礼拜都会跟他们去聊天 然后画画之类的 奶奶还不去 我自己去 因为那时候也是 刚好奶奶儿子回来 然后就 奶奶说她在家里 儿子在家 那我说 那我可不可以去 就是跟他们在家活动 然后我自己去画画 奶奶就没有去 觉得 我好像以前就很想要认识一些台湾朋友 对 然后就认识台湾朋友之后 就很珍惜这个 可以跟台湾人聊天的时间 对 就不是 不是我跟雇主的那种聊天 因为雇主跟朋友 居然那个不一样 对 那希望之后呢 有机会呢 邀请 我邀请你们 跟你们的夜空朋友 让我们 让你带你去看看说 我们的好好所居住的地方 谢谢 是 好 我们是一个社会社会的工作室 不玩的演唱工作室 不玩的演唱工作室 啊 又是你你好 我还蛮好奇 就是你刚刚说 你就是中 有出 就是放假的时候 你会喜欢就是到处去看看 可能台湾到处看看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可以请你分享说 可能从你的观察 你发现可能 呃 也许台湾 就也许是街道哪里不一样 或建筑哪里不一样 或是可能人哪里不一样 文化哪里不一样 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那你觉得很特别 很新奇的部分 呃 可能就是台湾庙很多 可能就是台湾庙很多 然后可是我没有 就像这样我们也不敢进去 可是好像 可以进去看看 可是有不敢进去 就我们只会在圆圆的看 然后就拍照 而且我有个很 很好笑的一个经验 我以前的朋友 她是一个妈妈 然后就是年纪比较大 她觉得在台湾 呃 我们去到捷运站 然后哪一个捷运站的那种 介绍一些什么地方 在什么捷运站 有什么地方 然后她说 好我们去 到那个地方之后 就拍一拍 然后又回去 她说 我们今天可以去很多地方 因为我们就这样子 派一张 就觉得我们来过 就是 我 我跟她说 应该好好看看 可是我们也没有 那么多时间 然后 每一次到什么捷运站 我们出去一下 然后比如说 到那个 中正纪念堂 然后派一张 已经派过了 就 就 證明我们来过 然后又回去捷运站 到下一个地方 觉得这样 好好笑 可是也是 很好玩的 所以 有一些人问我 你 问我 你在台湾 在台北去过哪里 我说我哪里都去过 可是就没有好好地玩 就这样派一张 然后就走 对 蛮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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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可能你也有认识 就是台湾的朋友 然后不知道是说 也没有可能 跟台湾的朋友 在聊天的时候 会发现说 欸 台湾的朋友 可能会 就是出去玩的时候 可能会看什么东西 可是你们出去玩的时候 可能是看什么 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有啊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 中正纪念堂 他们都不太去 或者是去一些 呃 我以前哪一间住 那个中列寺 什么 就就那个附近 然后我说 我想要去那里 我说 你去那里干嘛 看什么 没有什么好看 他说 里面是 一些 已经死的人 是什么 反正就是 像这种观光的地方 台湾人都不太爱去 是不是 那为什么 你会想去啊 因为我在台湾 我觉得台湾是我的 我在国外 就是 跟我们在印尼的时候 不会去 Monas一样 Monas一个 印尼的那个 紀念塔 就是这个 道理是一样 嗯 好 谢谢你 是 嗨 我想要 我有两个问题 想要请问你 第一个问题是 因为你说台湾现在其实 越来越 关注移工的议题 那有没有什么 就是 呃我们对待的友善方式 我们设立的设施 但其实对你们来说 是一种困扰 就是一种可爱的误解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 嗯 比如说 他们想要 而且 像老师 周恩之老师 一直想要 我去雇主家里 可是 因为这个 雇主家里 不好讲嘛 所以每次就觉得 真的很抱歉 不是我不想要 是我雇主不想要 对 可是 嗯 还是 就是 但是 等一下我会有点当劫 哈哈哈 没关系 慢慢 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 因为你说 你合约结束 就是想要回应你 那你有没有在台湾 是什么事情是 你还没 就是很想要完成 但是你目前还没做到 环岛吧 哈哈哈 因为我在台湾 最远的地方 就是台中 哪里也没 就台北以外 就是台中 我想要去看台湾 的一些地方 就 比如说 去什么山啊 去干嘛 还是去 反正就是 我觉得 台湾环岛 我还可以 就是不想 印尼环岛 印尼没办法 环岛 印尼太大 就觉得台湾 在台湾 应该要好好的 把台湾 全部都玩完了 对 所以我想 等一下 我想要回去的时候 我想 跟雇主说 那能不能 我回去之前 一个礼拜 就帮我 帮我走 这样子 我想要 到处走 对 你好 不好意思 就是 我今天会想来 参加这个活动 是因为我家 这半年以来 我们请了一个 也是来自印尼的 外籍看护 然后照顾我奶奶 然后 我奶奶也是 肌肌症患症 然后 因为 嗯 其实对我来说 就是 我不建议他 就是 我不觉得是国籍 或文化的关系 只是 像你刚刚分享 就是你的 照顾的故事 我就有点想 就是有点感触 所以因为我们 站在的 角度不一样 比如说我是雇主 嗯 那自然然 在 我的看护来之前 我们一直被恐吓啊 或者是 看新闻的时候 你会看到就是说 对对对 看护被雇主虐待 可是如果 我是身为家属 就是我们看到的 那个新闻 关注的点 就会有不同的方向 我害怕的点是会 害怕说 我家人有没有办法 得到好好的照顾什么的 嗯 然后仲介也会 有一些 警告我们 对他就会说 嗯 你在对 因为我看起来就是 小孩的脸上 不是小孩的 就是 就是他就会说 你自己要有一个 规矩 或 我要做一个原则 然后 才可以 让我们这个 雇佣关系 好好的相处下去 嗯 但是 因为我 我在他来之前 但是我自己照顾我爷爷奶奶 然后 我知道真的很累 就是 所以我希望在我的看护 有空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帮他找一些活动 他可以放松 虽然他可能不太能出门 因为我们家就是 嗯 需要需要他在家里 嗯 但是也许我可以借一些印尼文的书给他 或者是说 可是我觉得 有一些 我还是建议让他休息一下 可是 可是 我有 我有问他要不要放假 而且他不要 有一些 有一些 我以前 我刚刚就讲了 我第一年就觉得一天 呃一年一次 就 已经 还不错 也不会觉得 不会觉得很少 可是 现在想想 可能因为他 第一 第一还不太认识台湾 他台语非常好 他中文也很好 这样 对 只是他说 他目标是想要存一点钱 哦 了解 可能是 我比较 没有放假有加班费 嗯 放假就是没有那个加班那天的工资啊 就是不是扣钱 对 所以我刚刚讲的其实不是扣 只是因为我们的新字 新字表 里面已经写 加班费写进去 所以你 休假的时候 就感觉好像被扣掉一样 嗯 但是就是我希望在他有空 因为我们在家里 我刚刚说 我最注重不是打扫 嗯 他打扫 就是 其实没有扫什么 每天扫一次地 搓一次地 但是 比如说你 用餐的餐具要洗干净啊 之类的 然后 他也不需要煮饭 嗯 所以他其实 除了随时要注意我奶奶之外 他有很多时间 就是坐下来 然后休息 但是 也不能一直看电视 因为也是会无聊 嗯 因为电视不一定有他想看的东西 然后 他有手机 但是 嗯 我就想说 然后 会不会你可以介绍一些 比如说印尼文的书籍 我可以给他看 然后或者是说 你们有一些 群体 对 书店在楼下 哈哈哈哈 可是 然后我想说我想请问 顺便问一下 你知道 然后我等一下会下去看 或者是有些手机上的一些 一些网路上的社群 他可以了解一些活动 嗯 但是我必须说就是 我就是 嗯 身为部主嘛 嗯 我在生活中会看到很多 我 就对部主来说我觉得是危险的事情 嗯 比如说我之前奶奶住院 那我在医院 嗯 就陪陪住的时候 我的看护会来帮我们送东西 或是交替我回家洗澡之类的 嗯 然后我今年去医院 发现那个医院的整层楼 全部都是终点的外籍看护 但是 根据我的了解就是 我确认过很多次了 只要是终点工的外籍看护 他们都是非法的 对对对 而且他们的薪水 就是 他们会包装的很 好像就是大于很好 然后 我的看护在那边的第一天 回来之后跟我聊天 就说 隔壁床 隔壁床的印尼女生是终点的看护 就等于是 在台湾法律上是非法的 嗯 他就说 他第一句话跟我说 隔壁那个女生跟我说 他一天的薪水是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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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千 嗯 然后 我就会有点紧张 因为 他 我当然每个人都想要尽量多赚点钱 得到更好的待遇 但是 对我来说 就是 我们好不容易吸引了他 然后如果 他真的走了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困扰这样 好啊 这个也是很多雇主的一个恐惧 所以很 为什么在公园的时候 有一些 呃 义工 他就不跟我们讲话 因为他说 雇主不让他跟 其他的义工讲话 因为他怕 会被 那个 对被影响 可是我觉得 那是 那是 中间 可是我有一个朋友 就有一千块 就有一千块 因为他说 扣到那个中间费 又是什么什么什么费 反正因为那个 呃 呃 廢法的中间还 逼 对 扣得还凶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样也不划算啊 根本就 可能是 我想说 可不可以从你们这边了解一些 就是 怎么讲 对我来说好像比较安全 对他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些社团 然后他可以 有 跟英尼人交朋友 当然 我们也会出门 只是 我不是不让他出门 是我 我说你要不要放假 嗯 他说他不要 有一些人 对 但是 然后我们去公园啊 或什么的 我们也会跟其他的阿公阿嬷聊天 然后他就跟他的 新认识的英尼朋友聊天 然后 我们都会 我们都会一起相处 只是有时候 碍于我爷爷奶奶的身体状况 有时候他们不舒服 那他就 没办法 推爷奶奶去公园 你知道 所以我想说 有一个 有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 问那个 FB 在FB上有一个 组织 叫Satgas 那是一个 印尼班师柱 做的一个 社团 然后里面会分享一些 比如说在台湾的法律啊 或者是在台湾的一些 比如说你跑掉的 你会遇到了什么事情 不用这样子 不用这样子 我想他可以放松 不是不是 就是 要下他 也是 也不是要下他 只是 打一方 对 或者是 什么社团 我其实我也很少加入什么社团 或者是我介绍140 对 玩FORIC 我是 他要来书店看书 对 小小的建议可以讲一下 其实 刚才我们家的主要的名字 是在台湾的 嗯 如果是 如果是希望 移工不要学坏 也就是所谓不要学坏 然后又有动力不要拖逃的话 那就像 尤其你那样子 念大学 然后念印尼在 印尼正在台湾的台湾大学 那一来他可以达到你所谓的这个 天家机器 那你这样父子可以达到更好的那个 可惜 那另外一方面 他要拿一个大学学位 他不会拖逃 拖逃之后 他大学学位 充分之后的理性 然后去念这个会 不不留学 所以会去念大学上 尤其你这样移工 基本上他拖逃的动机会将到最强 可是不是每一个都想要 因为我自己 在那个奶奶以前市区的很多一共朋友 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要去上大学 她觉得 已经找工作 已经赚钱了 她又花这个钱去上大学回应 你也不一定会找到更好的工作 她觉得她不需要花这个钱 不需要花这个时间去学习 她觉得已经很累 或者是已经有年纪了 像妈妈 或是我就是没有太多的兴趣来学习 也不是不想要学习 只是花时间 花钱去学习 她觉得没有兴趣 因为我主要最大的目的是想要帮助她身体比较难 所以心灵上想要让她放松 她其实已经 就是 已经是个性很好 然后 交流也很好 因为她台语也很好了 只是我怕她会心灵负荷很大 因为照顾比如说跟失智的人相处 是真的是 她没有 她之前照顾的阿嬷没有失去症 所以她来 然后一个月之后她就崩溃了 她自己有 有不适应的地方 然后 所以 我是想说让她有些放松的地方 放松的事情可以做 我有想过帮她借图书馆有印尼文写的 可以学中文的书 可是 有时候这个学习就变成是不是那么有趣的事情 让她自己看嘛 她可能就觉得 不如我手机随便滑影片来的放松 说真的啦 我现在也是很爱 玩手机最韩剧啊 日趋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还比较轻松 就看她有什么兴趣啦 不晓得 对 下次 我还有一些问题 我可以等下再跟你聊 嗯嗯 好可以 哦 这个也很有趣 那个学费 因为我是第二届嘛 那个学费还比较贵 她的说法是说 因为你们 学生比较少 第一届跟第二届就比较少嘛 所以 现在 学费 越来越便宜 以前我是 一个学籍是一万块 现在好像只有七千多块吧 对 一个学籍 然后一年有两个学籍 嗯 嗯 不好意思哦 嗯 引述你刚才回答 你说你最想还倒台湾 对对对 那你现在一个月几天的假 一天 哈哈哈 现在因为换雇主的关系 新雇主就只会给我一个月一次 放假 最有可能是当你要回到印尼的时候 才有可能那么长的假期 对对对 所以我刚刚就想说要到时候我就可以跟雇主 不仅 呃 一个礼拜前 让我放假 对 那你初步最想去的是哪些月啊 就前三个好了啦 前三个你最想去的情人 嗯 嗯 这个我还没想过 可是我一个是我想去高雄 因为我 我有个刚来的亲戚在那里 你享受去看看他之类的 对对 嗯 就是 我每次啊 因为我玩在台北跟 有一些联署的朋友 是住在高雄 每次他们去哪里玩 就觉得好谣言喔 就是 我也想去 可是也没办法 一天来回真的是太累 对 那你有考虑要去台湾的领导吗 像澎湖啊 答应领导之类 当然有机会想要去 对 对要坐飞机 对要坐飞机 好谢谢 嗯 谢谢 哈啰 你好 我刚才听到 所以你现在还是一年 一天休假这样子 一个月 一个一个月 对对对 那之前台湾那个 牢基法修法事情超很凶啊 我有点好奇在 你的朋友圈里面 大家会讨论这件事吗 就是说 欸你们在那边修 可是都没有修到我们这里来啊 这样之类的 不管是 批评啊或者是 或是其实这件事情 不会在你们 会 我们会讨论啊 比如说 嗯 想休假 你好好哦 你可以一个月一次 他说我都两个月三个月 再休一次 我们会讨论 或者是我以前 我以前就是 有点坏 因为我还需要 我这个 这个礼拜又放假 然后下礼拜又放假 说你好好哦 然后就觉得 哈哈哈 这就是很感谢我的雇主 那想要再追问一个问题 在就是印尼那边啊 呃 劳工权益大概在什么样的 就大家现在状况是怎么样 比如说一个礼拜可以修到几天 或是 在印尼吗 对对对 在你家乡那边 当然是正常六日方假啊 对没有加班的话 了解 嗯 谢谢 应该是吧 哈哈哈 其实你刚刚等一下 你刚刚问我印尼的事情 其实我不太知道 对不清楚 因为他高中还没毕业 就出来台湾 所以他其实对印尼的理解 就是停留在他高中之前 嗯 嗯 这样这里有要问问题吗 好 这边 这边还有问题吗 哦 这里 嗯 不好意思 我又来问一下食物的问题了 没关系 对就是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就有听过印尼有一个食物 就是大豆发酵叫天贝 天贝 那我想问一下 在印尼他都是怎么去煮他 那在台湾哪里吃得到 这第一个问题 哦 然后还有就是 爪哇咖哩 你刚才说跟那个 7月的爪哇咖哩 不是你们吃的爪哇咖哩 那台湾吃不吃得到爪哇咖哩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就您的经验 台湾的有什么像点心啊 还是饮料这个东西 印尼人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如果假设 我们想要把这些台湾人都拿去那边做生意的话 有什么东西是印尼人能接受的 好不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 那个印尼吃的 印尼有吃米 不过好像都是比较是长的那种密嘛 那你们在台湾吃的米 会不会吃不习惯 以上谢谢 好 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天杯这种东西 其实我很常买天杯回去 然后爷爷就会很好奇 他说你买什么东西 那白白的好像长 长枚的一样 然后我说这个很好吃 它是黄豆做的 他说黄豆怎么会是变白白的这种 我说到会我炸给你吃 可是他觉得味道怪怪的 他不喜欢 所以他会吃 可是不会吃很多 所以你自己吃就好了 然后你说你哪里可以买到 印尼店 煮好的 煮好的 煮好的或炸好的 有有在印尼店 印尼店 印尼店大部分现在会 会卖一些已经煮好的天杯之类 对不对一盒一盒的 有一些是那种自助棧啊自己 可是我讲一下 在印尼店买自助棧 好贵哦 真的 真的那我想要去看看 所以我每一次啊 有台湾朋友想要去吃 他要去吃 我自己吃 我平常休假都很少 会去吃印尼店的东西 对 因为他真的是太贵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爪哇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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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印尼店 印尼店会有一些 有一些很道地的 有一些就是 可能他是在台湾学的 或者是像我煮台湾菜的时候 去看YouTube学的之类的 所以味道跟我印象中的有一些落差 对 然后 就是说台湾 台湾有什么饮料或点心啊 是印尼人他们会比较接受的 珍珠奶茶 其实我在台湾真的很爱珍珠奶茶 可是我听说现在印尼也有很多人 已经开始去卖珍珠奶茶 然后我去问我印尼朋友 印尼的珍珠奶茶好喝吗 他觉得跟台湾差很多 我觉得台湾的比较好喝 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印尼 或者是点心的话 我本身很爱吃珍珍饼 红豆饼那种 所以我有一度 我跟我妹妹 我说你看我在吃什么东西 我说这是台湾的很好吃的东西 我说我回去可以卖这个 然后我没说那什么味道 反正就是甜甜的好吃 或者是在印尼有很多开鸡排店 对 然后 可是我觉得在印尼卖漆牌 如果是在一般的 就是像我住的比较乡下 买漆牌的不是很吸引我们去买 因为漆肉应该会很贵 然后我们那边的概念就是要吃饱 然后又便宜 可是漆牌要贵又吃不饱 就觉得不会有太多的西 不划算 可能他只会在一个百货公司 我们有那个百货公司卖漆牌 然后就很贵很贵 然后就可能去那里再买一次 试试看 嗯 他会配白饭 对 我们什么都配白饭 对 我们什么都配白饭 我们吃泡面都配白饭 而且我们的麦当劳啊 那个肯德基都有卖饭 对 因为我们觉得没有吃到饭 就还没吃饭的感觉 对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来台湾之后 像台湾吃 我们都吃的米是比较短的 哦 那个美餐 你们的口感不一样 你们会吃的习惯吗 还是 我觉得台湾的米还比较好吃 哈哈 因为我们那边我不小心 因为我们家比较 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吃的米饭就会比较硬 到台湾之后觉得 好好吃喔 原来有这么好吃的米饭 对 不会不习惯 好 这边还有位朋友吗 好来 请说 你要不要站起来 喂喂 我想请问你就是 假如我们有一些人想要去 体验一下英语的料理 你有没有推荐那个地方 嗯 可以去 可以去 台北车站的地下街 那边会比较干净 然后比较 就是 我是比较喜欢到地下街来 因为那边 就比较 没有老书 没有老书 对 外面的会比较乱 然后很多人抽烟 那干嘛我自己受不了 所以我每次 对 每次会去 台北地下街 靠近北门站那里 对 就是你要不要给现场朋友 介绍几道 如果大家愿意去 印尼餐厅吃可以点什么菜 可以 所以我本身很喜欢的牛肉丸 牛肉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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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丸 牛肉灌丸 湯 那个很好吃 我们叫我们叫他拔瘦 就是台湾人 叫肉松的那个拔瘦 对 很好吃 还有一个是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八冬牛肉 没有 可是其实如果你在印尼吃到八冬牛肉 是很硬 为什么台湾的不硬 是不是教授 没有吗 没有啊 那是看有没有用那个 用蒸的会比较乱 嗯 应该是他淹的时候有加酵素液在去淹 就是一些木瓜酵素还是什么 他去把蛋白质的电解破坏 所以就会都变成了 反正就是 在台湾 我是吃到 在印尼的八冬牛肉丸 比较硬啦 在台湾比较好吃 然后 可以 颠那个 七肉 七丝面 米阿样 那个也很好吃 或者是 你们可以蜘蛛毡 因为蜘蛛毡 会有很多 那种不同的 你们没有吃过的 像 树鼠叶 树鼠叶 我们会把它做料理 然后就 很好吃 加椰奶啊 就很好吃 这样子 我每一次到印尼店 就这样都会选 天辈 炒天辈 跟那个树鼠叶 就这两个 或者是我们有一种叫臭豆 就是 吃了 吃了会臭 它有两种 你吃的时候 不会感觉它是臭的 可是 上厕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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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发现你的 尿 尿变得很臭 那个也蛮好吃 可是很多人 不敢吃 不敢吃 因为就是臭的关系 对 可是我觉得还好 很好吃 你就不要告诉他 要吃 然后就是 当他上厕所的时候 会有个惊喜 会有一些特殊的味道 好 好 很谢谢尤斯妮全场用非常标准的中文 跟大家分享 那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朋友想要问问题 或者是针对刚刚的就是尤斯妮分享的一些故事 然后给他一些回馈 就包括尤斯妮也对台湾提出一些他自己的观察 但可能现场很多台湾朋友也许你们可以告诉尤斯妮 就是他自己的观察 跟我们的角度 因为毕竟是从一些不一样的位置来看 比如说刚刚尤斯妮觉得说 呃台湾人其实很有距离感 嗯 就是在过去 可是因为他现在认识很多台湾人 所以他可以开始判断台湾人 嗯 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人 但这个人可能就要保持距离 就是他的那个 嗯 辨识度变得越来越高 可是我刚刚其实还有一点很好奇的 我觉得也是尤斯妮的经验 可以再 把他公共化一个很重要 是 他学习中文的方式 刚刚其实有个朋友也提到 因为我们常听到很多 家里有印尼朋友的 台湾雇主或台湾人都会说 到底要怎么样 可以把中文学像尤斯妮这么好 我觉得说不定尤斯妮是可以 呃 再把自己学中文的方式 再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 就是整理 也许可以帮助更多 你的朋友 就学好中文 甚至是像你的朋友这样 他再回去之后 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我也是觉得 是我们各位朋友 就是现场朋友可以帮忙 就是 其实移工 就是特别是看护工 他们在 应该已经是20年了吧 他们 他们的那个 没有办法纳入牢基法 虽然牢基法在台湾 都觉得已经是一个很 很糟糕的法 可是他们连牢基法 都进不了 所以其实他们 没有周修二亿的保障 他们没有就是 劳动 可是其实他们的劳动 是loading最重的 因为这几乎就是 不收那个 八小时的限制 然后 加班费也都是固定的 那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 反而是台湾人可以为他们发声 可能在一些什么样子的集会 或者是有一些移工 就是要求休假的游行的时候 就也许大家可以 你们可以试着走上街头去多 嗯 对就是 以台湾人的身份 我觉得有的时候 这种情况很尴尬 就是我们去对我们自己的政府说话 可是我们是在对 来帮忙我们的这些朋友说一些话 因为他们的声音可能很难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传递出来 对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尤思妮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听我讲那些废话 那个 那个 照一张像 对我们 大家可以跟尤思妮拍一张合照 大家都不要动 尤思妮坐进大家里面 要不要我们就是稍微 空出一个位置 让尤思妮可以坐在这边 然后你们就全部都在原本的位置就好了 我们可以把后面的灯打开 这样看得到后面的朋友 然后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这个 这个系列的演讲 是 一个叫泰坦公司 你们从网路上有看到 这一个名字怪怪的公司 是一个新加风公司 赞助了这 我们连续十场的讲座 那尤思妮是我们的 开场的第一场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有十场 都是异乡人相关的讲座 好那其他每一场不一定 有的是就 因为我们这边正常的话 是入场在100块150 不过因为尤思妮我们刚 特别有讲了 那个外籍劳工是不能有业外收入 所以我们今天入场费就是零 怕有人特别在检举我们 把他抓走 不过那我们当然不会亏待他 可是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办法 那其他的活动就欢迎大家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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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先剪开 后面点灯亮 这个不要开 这个不要开 因为那个 白天可能会跑掉 对 先开 好 那 那个 那 对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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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